李治和五妹娘一番云语过后 没想到皇帝吃饱喝足 提上裤子就不认人了 莫非皇上 只愿在寺中与我们相会吗 不不不 皇上 该起家回宫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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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娘以为见到了皇帝 就能离开寺苗 没想到李治前来只是为了快活 她不仅没能逃出寺苗 反而成了众人嘲讽的对象 一个女人身子 伺候父子两个人 还是女人嘛 就是 在改业寺里还不老实 五妹娘开始选择隐忍 可越到后面 尼姑们反而变本加厉 妹娘终于爆发了 与众人大打出手 她痛哭流涕地跑到外面 竟然发现自己怀孕了 李治听闻此事大惊失色 和尼姑私下往来本来就是打击 而且曾经还是自己父皇的女人 这要传出去 一定会被世人笑调打压 一时间李治不知所措 妹娘看出了李治的顾虑 立刻下跪以退为进 请皇上降旨 杀了五妹吧 朕怎么能舍得呢 五妹只是不想让皇上为难 皇上的声明事关重大 五妹死不足惜 李治听后颇为感动 承诺一定会将她带回宫中 但是想把一个怀了孕的尼姑 光明正大的接回皇宫 并且不被人说三道四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于是将王公公喊过来 询问该当如何 若是朕将妹娘送到千里之外 把她妥善安置 你说会怎么样 王公公先前收购五妹娘不少好处 到了这个时候 自然会提妹娘说话 他表示如果皇帝抛弃五妹娘 按照妹娘的性格 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必定会闹得满城风雨 天下人皆知此事 只怕会玷污了皇上的名声 朕只是说说而已 那你说 朕怎么才能把妹娘 接入后宫啊 王公公认为皇后是后宫之主 如果想叫妹娘入住后宫 还需要询问皇后的意见 而此时皇后正与萧淑妃争宠 皇后为了讨好礼制 同意把五妹娘接入宫中 并且当作侍女服侍自己 一来可以哄皇帝开心 二来让妹娘帮助自己对付萧淑妃 李志颇为感动 可很快皇后便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那就是要立儿子李忠为太子 李志为了和五妹娘厮守终生 只得向皇后妥协 于是妹娘顺理成章地重回后宫 当皇后看到妹娘的容貌时 有些担忧 于是想要试探妹娘 皇上是不是很喜欢你 皇上只不过是心地慈善 不愿让奴婢流落宫外受苦 奴婢对皇上和皇后 只有感激之情 外面都说皇上风流痴情 有时候也蛮惹人疼爱的 奴婢对皇上只是满怀敬畏 从不敢多想其他 皇后终于放下心来 从此理智很少到萧淑妃那里去 而是经常光顾皇后的秦宫 皇后请吧 真是来看你的 于是乎皇帝与皇后 在屋内一阵云雨 而媚娘则跪在屋外发着呆 听着屋内的嬉笑声她心如道歌 李智和皇后正在商量造人大忌 而武则天跪在一旁 负责端茶倒水 你不是想让真好好快活快活吗 皇上 香嘴杨快活 五媚娘摸了摸肚子 自己已经怀上了李智的龙肿 她把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到了孩子身上 可眼下只能美需求权 作为皇后的侍女当牛做马 媚娘 爱 观察来 是 皇后之所以叫媚娘做自己的侍女 只要是想用她来牵制萧淑妃 果然萧淑妃得知此事勃然大怒 整日靠打杂发泄怒气 她决定主动会会五媚娘 萧妃娘娘 请用茶 我若没猜错 你怀的是皇上的龙子吧 下去吧 是 想不到媚娘刚一转身 萧淑妃一把姜茶碗砸在她身上 这茶怎么是凉的 萧妃 你太无礼了 皇后兼账任无可忍 当即教训起萧淑妃 打狗还得看主人呢 这分明是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皇后恕罪 淑妃倒是觉得皇后娘娘 靠这个野泥姑勾住皇上 这才有负于皇后的身份 你给我出去 出去 淑妃是怕皇后娘娘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到头来还不如淑妃的下场 而她的话也得到了应验 皇后和淑妃最后被五媚娘收拾得很惨 可皇后现在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她怕皇帝与媚娘救情复燃 所以变着法子地试探媚娘 于是谎称要替媚娘讨风 赶门个我跟皇上说说 再封你为财人吧 还不快谢皇后 是 不过奴妃情愿事后在皇后身边 皇后听后 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与其等着皇帝策封 不如自己主动送个顺水人情 顺便讨一下李治的欢心 她决定替五媚娘讨风 如果皇上真的有意 就封五媚娘为财人吧 李治听后颇为高兴 当即答应了此事 奴婢叩谢皇上皇后 可皇后想不到 看似忠诚的五媚娘 暗中早就和李治搞到一起了 媚娘 朕今晚就在你这里求亲吧 臣妾何尝不想 只是腹中的皇子不让 等臣妾生下皇儿 我天天陪着皇上 李治无奈只得找到孝淑妃 想在她这里欣欣一满 今日啊 朕要和淑妃好好地欢迎一番 来吧 把你的回装蜜蜜拿出来 分于阵痴 没想到萧淑妃给点阳光就灿烂 居然给皇帝甩脸子 拿去 与皇后分支去吧 省得她生不出儿子来 总怨恨臣妾 不过 只怕是她吃了 也生不出皇子来 李治起地转身离去 萧淑妃自知说错了话 赶忙挽留皇上 皇上 外公 这下萧淑妃争宠不成 反而叫皇帝对自己更加反感 与此同时 五妹娘顺利产下皇子 一时间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有了皇子的撑腰 五妹娘一改往日被动的局面 这下她要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了 而此时宫外爷危机四伏 高阳公主居然要造反了 太平 太平个屁 九哥的皇位形同虚设 哪里还是我李家的天下 大唐高阳公主和驸马结婚已经四年了 但从来没和驸马同过房 今天却一反常态 我要你今晚睡在这 当一个名副其实的驸马 房仪爱受宠若惊 当即由门踩到底飙起车来 三分钟后累得倒头就睡 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高阳公主之所以讨好驸马 是因为有大事要交代她 原来是长孙无忌独揽朝政 慕武王法 而哥哥李志软弱无能 只能眼睁睁看着她为妃作戴 再这样下去 李志迟早会沦为傀儡皇帝 大唐的江山恐怕就要旁落了 与其让九哥受窝囊 倒不如让五个王客当政 取而代之 房仪爱听后大惊十四 这可是谋反 被抓住是要诸九族的 公主不停劝阻交给驸马 一封信 让她给吴王客送去 公主 这可是诸杀九族的大罪呀 我 驸马根本不能理解公主的做法 李志平日理待她不薄 为何公主选择 剑走偏锋挑起内乱呢 你懂什么 我也是为大唐设计 李家的天下才不得已而为之 怎么能只念兄弟之情 快快去呀 驸马被迫只能前往送信 可走到一半却变了主意 于是静止来到长孙无忌府上告密 没想到长孙无忌 并没有感谢驸马 你即使不说 也早在老夫的鼓掌之中了 带下去 走 太阪大人 太阪大人 好 长孙无忌早就想除掉公主 于是抓住此次难得的机会 连夜将密信呈给李志 李志读后难以置信 他不相信 平日和自己亲密无间的好妹妹 居然要谋反除掉自己 不可能 怎么会有这种事啊 臣早已觉察 只是 没有惊动陛下 高颜公主自幼于朕 形影不离 形同手足 朕真是搞不懂啊 他为什么要聚众谋反呢 可眼前谋反罪证事实确凿 李志不得不信 聚众谋反 一概死罪 绝无赦免 请皇上 欲比 自死吧 李志为了自己的皇位和大唐江山 只得忍同下达赐死诏书 高颜公主知道事情败露难逃一死 于是在府中搭起了三尺白铃 她并不畏惧死亡 只是为大唐江山感到可惜 正当公主绝望之时 五妹娘带着次死赵书走了进来 公主误以为九哥回心转意 会放过自己 顿时欣喜若狂 五昭仪带来了九哥的舍令 我就知道 我九哥他怎么能忍心看我死呢 想不到五妹娘说道 你只当他是你九哥 却忘了他是当今的皇上 这谋反之罪 是必死无赦的 公主大失所望 但是她看到了 李志杀法果断的一面 又重新对大唐江山燃起了希望 如果真如此 我们大唐的天下还有一些生计 我也到死而无怨 请公主上路吧 我没忘不了你 说吧公主带着遗憾和不甘 追随先帝而去了 父皇 儿臣 随你去了 看着羔羊公主的死去 妹娘也是痛心不已 可更让妹娘没想到的是 皇后为了争宠 竟然要陷害自己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精彩的下集 我们明天接着再讲 喜欢太史的朋友 记得点赞关注加转发 太史在此 先行拜谢了